接下来为您播出法律讲堂文史版 狸猫换太子是一出家与户晓的包公戏 戏中刘妃为当皇后 设计用剥了皮的狸猫调换了李妃所生的儿子 李妃因此而被打入冷宫 刘妃则顺利的晋升为皇后 戏中的刘妃就是历史上宋真宗的皇后刘娥 那么刘娥是不是真的像戏中那样凶残 她真的是靠狸猫换太子才当上皇后的吗 本期婚姻往事上海开放大学一小婷 将为您讲述狸猫换太子的真相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今天咱们要从一出戏开始讲 这出戏的名字叫狸猫换太子 那是我们最爱看的包公戏之一了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的内容 他说的是北宋年间宋真宗赵恒这个时候 刘妃和李妃啊同时怀孕 于是呢皇帝就允诺 还特意交给寇准去传旨 说刘妃和李妃谁先生下儿子 谁就可以晋升为皇后 李妃呢先临盆产子了 不料刘妃啊与太监郭怀合谋 趁着这个李妃产子血晕的时候 用剥了皮的狸猫调换了李臣妃所生的婴儿 刘妃又命宫女寇朱勒死太子 寇朱于心不忍呢 就暗中将太子交付给了宦官陈琳 陈琳又将太子装在蹄盒里面 送到八贤王处抚养 那再说真宗 看到了被剥了皮的狸猫 就认为李妃产下了一个妖物 于是就把李妃贬入了冷宫 不久刘妃也临缠 也生了个儿子 这个儿子就被立为了太子 刘妃也就被彻立为了皇后 谁知道六年之后啊 刘后的儿子生病早要了 真宗呢也就再没有子嗣了 于是就将当年八贤王的儿子 七十啊 也就是当年被换走的皇子 收为义子并且立为太子了 这一天太子在冷宫中 与生母李妃见了面 母子天性 两个人都面带泪痕 刘后得知以后啊 拷问寇珠 寇珠撞击而死 因此刘后在宋真宗面前又进禅言 宋真宗就下旨把李妃刺死 这小太监于忠啊 情愿替李妃训纳 因此呢 这个李妃就被放出宫外 另一位太监秦凤将李妃接出来 送往陈州 秦凤呢也自焚而死 李妃在陈州无法生活 只能是住在破窑里面 靠起食为生 幸亏 包准 包青天 在陈州放凉 得知了真情 把李妃带进了宫中 李妃才得以于自己的亲生儿子 人宗见面 并且说出了真相和原委 后来呢 包公又设计让郭怀供出了真相 已经做了太后的刘氏 知道阴谋物败露 只好自尽而死 这个故事中的主要人物 历史上都是有的 可是这个故事中的事件 却是捕风捉影 是把各种传闻啊 各种传统上的阴谋啊 柔和在一起的想象 那么真实的历史是怎样的呢 真实的历史是这样的 宋真宗的第三任皇后 刘娥 确实不是真宗原配的皇后 而是真宗做湘王时候的情人 她是在真宗登基之后 才回到真宗身边的 刘娥被进封为修仪的时候呢 宋真宗和刘娥的侍女 也就是刘娥的丫鬟开始有了交往 这位侍女啊 就是故事中的李晨飞 到了大宗降服三年 也就是1010年 宋仁宗出生了 他是宋真宗唯一长大成人的儿子 仁宗一生下来就被刘娥抱走了 可是刘娥呀 既没有放一个狸猫放在李氏那里 也没有要加害仁宗的意思 他只是把仁宗当成是自己的儿子吧 那么宋仁宗的出生 有没有决定谁可以做宋真宗的皇后呢 应该说宋仁宗的出生啊 起不到这样的关键的作用 因为当时刘娥的这个位分是修仪 距离皇后还有两个等级 生母李氏呢 因为生了她 刚刚进封为崇阳县军 那距离皇后还有六个等级 因此呢 他们两个人都不具备 马上晋升为皇后的资格 宋朝是不会搞破格提拔的啊 他一定是足迹提拔 所以呢 我们说仁宗的出生 并不能马上决定 谁能够成为皇后 皇后这个职位就仍旧空缺 一直到三年之后啊 刘娥才晋升为德飞 再进一步晋升为皇后 那刘娥皇后呢 因为协助皇帝处理政务 后来又成为这个执政的太后 所以政务是比较繁忙的 便把仁宗啊 交给自己交好的杨淑妃来抚养 李氏非但没有被废入冷宫 反而呢 是一直在稳步的晋升 宋仁宗实际上是李氏所生 这件事情 在当时啊 其实是仁尽皆知 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实在是不用麻烦 我们包公老爷来断案 只不过呢 在刘娥活着的时候 没有人敢把这个秘密 告诉仁宗而已 即使是仁宗的生父生母 就是宋真宗和李氏 也从来没有把这个秘密 告诉仁宗 李氏在1032年去世 刘娥呢 也在1033年去世 这两位妃子都是属于正常死亡 死后也都是极尽哀荣 刘娥去世之后的第二年 赵宋宗实中 才有人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仁宗 那至于包公啊 此时还是一个刚刚新进的进士 还没有担任任何的职务 所以呢 他也不可能为李氏主张什么权利 真实的历史中 没有李猫换太子 没有显毒的阴谋 更没有血腥的杀戮 但刘飞借李飞为自己生了个儿子 却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 那么刘飞此举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这个精心算计 又会给自己招来怎样的麻烦 本期婚姻往事 上海开放大学易小婷将继续为您讲述 李猫换太子的真相 那这场算计呢 不是阴谋 而是己方当事人 根据当时的礼法 所做出的一个最优化的安排 祖谋者呢 当然就是刘娥了 我们来回过头去看看当时的情景 刘娥做宋真宗的地下情人13年 好容易盼到真宗继位 才回到了真宗身边 景德元年的时候升为美人 大宗降服二年升为修仪 这个时候刘娥在宋真宗身边 已经有25个年头了 她已经40岁了 40岁的她始终没有为宋真宗生育子女 那么此时 她要开始认真考虑怎么样做 才能更符合她的利益 无论是为了国家 还是为了宗族 甚至于包括为了个人 宋真宗都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子嗣 那真宗的这个子嗣 如果不是刘娥自己所生 至少侵权的行使应该归属于自己 那怎么样 才能让真宗的子嗣 由刘娥来行使侵权呢 假如刘娥此时已经是皇后了 那么什么问题都没有 因为理论上来说 后宫所生的所有的孩子 都应该是以刘娥为嫡母的 以皇后为嫡母的 但现在刘娥只是九嫔之一 距离皇后还差两个等级 那这样一来 可行的方法呢 便是促使宋真宗 接受自己的婢女 自己的婢女所生的孩子 理论上来说是属于主人的 在自己的婢女中 刘娥选中了李氏 选中李氏的原因啊 大概有这么几条 第一呢 就是李氏的为人不错 史集中的记载啊 是说李氏肤色欲要 庄重寡言 我们想肤色欲要 那看起来相貌是不错的 庄重寡言呢 也便于日后保守秘密 第二啊 李氏虽然是婢女 但是在法律上 她倒不属于贱民 家世尚可 她的祖父李延思 是五代十国时期 吴越国的金华县的主部 现在在刘娥的一手安排下 这个庄重寡言的李氏啊 有一天忽然很会说话 她对宋真宗说 说我昨夜梦到御医之事 赤脚从天而降 那时候我做梦啊 梦到两个穿羽毛衣服的仙人 光着脚从天上飞起来 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情景啊 感觉它像是描绘了一个 我们西方的小天使是吧 两个羽毛翅膀 这光着脚光着屁股就过来了 那对我说 我是来做你儿子的 真宗这个时候还没有子嗣啊 这些话是很重听的 于是呢就对他说 朕今天来成全你 因为这些事都是事先 已经商量妥当的 所以仁宗一出生啊 就由刘娥接走了 连奶娘都是现成的 那为了报答李氏 刘娥也没有禁止 李氏和曾宗的继续交往 所以李氏后来还曾经怀孕 又生下一个女儿 只是可惜这个女儿没有长大 曾宗呢也在不断晋升 李氏的地位 当然实际上来说 晋升李氏地位的 是刘娥皇后了 不久呢就把李氏 进封为才人 到真宗去世的时候 李氏已经是正二品的婉仪了 我们想以刘娥当时婢女的身份啊 进尾到婉仪 离皇后只差两个等级 那我们不得不说 刘娥对待李氏是不错的 在李氏弥留之际 刘娥又以仁宗的名义 进封李氏为臣妃 我们说这已经是 刘娥能为李氏做到的一个极限了 你总不可能刘娥进封她为皇太后啊 所以这个李戴桃江 这桩借父生子的这个事情呢 安排的是非常周密的 刘娥呢也一直把人宗 就当作是自己的孩子 可是刘娥也有遇到难题的时候 这个难题就是 1032年李氏病故了 那怎么安排李氏的身后事呢 我想到如果要是大事超办的话 仁宗就有可能知道这个秘密 想到这里啊 刘娥就决定把李氏的葬礼规格降低 可是这件事 马上遭到了一个人的反对 当然了 这个人可不是包公 而是当朝宰相吕仪简 李氏去世的时候 刘娥已经作为皇太后 垂帘听政十多年了 是北宋最高统治者的 这天刘娥和皇帝同时上朝 宰相吕仪简忽然出班寝奏 说我听说昨天晚上试试了一个工人 这个工人的丧礼要从后 刘娥大吃一惊啊 马上带着皇帝起来退朝了 等安顿好了仁宗啊 刘娥立刻到偏殿 我们注意啊 刘娥是不能到正殿的 因为这个宋朝的法律规定了 太后垂帘听政 如果要单独见臣子的话 不能在正殿见 只能到偏殿去 那么刘娥把这个 仁宗安排好 立刻就到偏殿 再次召见吕仪简 他顾着轻松的问 不就是死了一个工人吗 相公你忽然这么 慎重其事的启奏 你想干什么呀 难道我们家的家事 你也要管吗 吕仪简很严肃的回答 我既然是宰相 那皇室既然是政权所在 皇室的事情 无论是政外 我都是要干预 刘娥更是气愤 大声指责吕仪简 说你难道想离间我们母子关系吗 吕仪简从容应对 说陛下您 您要是已经不考虑您这个家族 不考虑刘氏宗族了 那我也就什么都不说了 我也不敢说什么了 但是如果您还顾念刘氏家族 那么对昨天去世的这位工人的丧礼 还是一定要从后的 这段话呀 无疑是在提醒刘娥 毕竟仁宗的生母是李氏 这个事实是不可更改的 试想一下 假如刘娥现在把李氏草草埋葬 那么刘娥活着的时候 仁宗知道了这个消息 也无可奈何 但是一旦刘娥死去 仁宗在看到自己的生母 只是这样被草草埋葬的话 那对于一个非常重视 丧礼的宋朝人来说 他会觉得是一个奇耻大人 那么即便不对刘娥本人怎么样 也会对刘娥的宗族做一个处理 说的严重一点 为了这件事情 他把刘娥的宗族灭族 也不是不可能的 刘娥经这个吕一剑这么一提醒 他也是一个聪明人 也就不在吕一剑面前再遮掩什么了 直接说这个昨天去世的工人 就是刚刚被禁封为陈飞的李氏 那现在他的葬礼规格应该怎么样呢 吕一剑当局就建议 要用正一品的等级来安葬 并于洪福院 实际上就如何安葬李飞 真的是一个难题 因为李飞其实是妾了 是相当于宋真宗的妾 那么对于妾的家庭地位的边缘化 宋朝是很明显的 妾的儿子为他的生母 要服什么样的丧服 在宋代一直是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的 可是反过来说 宋朝又大力的宣扬儒教 儒教的一条最高的基本原则 就是孝顺 就是孝道 如果你不为做妾的生母服丧 你就会在舆论上受到极大的谴责 朱喜曾经说过 说这个妾账之理是什么呢 就是要把这个妾归账到母党 而且也不得入家庙 不能享有配享之权 因为在家庙的这个体系里面 妾不能够和嫡妻并配 就是妾的地位不能和嫡妻是对等的 就是有了儿子的妾 他的子孙后代要祭祀这个妾的时候呢 也要当为谈于妙而别祭之 你另外找个地方 或者呢是负于政敌而祭 或者就是作为政妾的 这个附带的一个祭祀的对象 北宋仁宗时期啊 这个韩琪 韩琪的生母也是妾 韩琪在他这个生母之后 就是以比照父亲和嫡母的这个等级 降了一等 把生母安葬在父亲和嫡母合葬墓的一侧 这个叫誓葬 他对自己这个做法的解释呢 是说 夫理非天降地出 本于情而依依 理这个东西 它不是无缘无故的制定出来的 它的基本精神是本于人情的 那么为生母尽孝 正是人情的体现 那现在这个 如果把这个李氏啊 按照宫人的礼节去安葬 其实是没错的 毕竟刘太后 作为人宗的嫡母还活着 可是李氏的儿子是当今的皇帝啊 这个事实早晚要被揭示出来的 那如果皇帝儿子来主持他的葬礼的话 从人情而言 必定要提高规格 这也就要求刘娥 要求刘太后 要提早筹谋 不能吵衰了 所以刘娥啊 当即采纳了吕一简的意见 决定按照一品分一品的这个礼仪 为李氏大葬 这实际上啊 就是比他自己 比刘太后 日后的大葬 仅仅差一个等级而已 也就是说比较嫡母 降一等 为做妾的生母办伤事 其实刘娥大葬李妃的原因 就对仁宗说 陛下的生母是李臣飞 李臣飞是死于非命的 她不是正常死亡 我们想啊 宋仁宗23年以来啊 一直以为自己的生母是刘娥 乍一听此事 当然是非常震惊了 反应也很激烈啊 史书记载说他 嚎痛顿悔 嚎啕大哭啊 哭的这个身体看起来都就伪顿下来了 像是已经被这个悲哀摧毁了 好几天都不上朝 又下诏 痛则自己不孝 同时呢 尊奉生母为皇太后 上嗜好装仪 又将刘府包围 因为这个 有忠实告诉他 刘娥把他这个 从生母身边带走 然后又逼死了李氏 他要知道事情真相 所以他把刘府包围 亲自到洪福院去寄告 亲自去宴观 打开生母的这个棺果 亲自验看一下 生母是不是传说中的死于非命 他开关一看 一看这个李臣飞啊 这个 你殡葬的时候 也要有化妆室给他化化妆 对吧 那整个的这个形象看起来还是很好的 栩栩如生的 而且他的这个 官和福 和皇太后是一样的 因为做了这个 防腐处理 所以尸身也没有毁坏 宋仁宗如是众福啊 当即感叹 说人言岂可信哉 大娘娘凭声分明已 说这流言蜚语真是不可信 今天我宴观 我才知道 大娘娘为人 确实厚道 也就当即解围了刘府 对刘家也就更好了 那当然了 带李家也更好了 而且因为追思自己的生母 觉得自己没有对生母 尽什么孝道 才就觉得已经没什么东西 能够给出去表示 对舅舅家的厚爱了 就把福康公主下架 给了李永和的儿子 李伟 我们说 一直到这个宋仁宗开棺验尸之后 刘娥这个借父生子的计划 才算圆满完成 生前死后都没有什么顾虑 刘娥借父生子的计划 改变了哪些人的命运 没有这个计划 刘娥是不是就当不了皇后 假如李氏不听从刘娥的安排 又会有怎样的命运 如果宋仁宗从小就知道自己的身世 他的生活又会有哪些变化 在这个借父生子的计划中 到底谁才是最大的受益者呢 本期婚姻往事 上海开放大学易小婷 将继续为您讲述 李猫换太子的真相 假如刘娥没有计划 用自己的婢女为自己生儿子 不会使刘娥当不成皇后 因为当时后宫中 地位最高的已经是刘娥了 况且真宗对刘娥的感情 那真的是山高水长 身后而真直 无论在礼法上还是真宗感情的天平上 刘娥都是最重的那一个 而且宋朝的宗室之法 历来有这么一个规矩 就是在宫中抚养宗室之子 以被皇帝没有子嗜的时候 从中挑选一个合适的继承人 这么一种做法是一直有的 宋仁宗自己就是没有子嗜的 继任宋仁宗的宋英宗 就是从小养在宫里 而被选为皇储的 所以刘娥也没有把所有的赌注 都压在李妃生子上面 她也有自己的备选方案 也就是说 她也抚养了一个中世之子 在宫中 这位中世之子 就是金王的儿子 这金王的儿子小王子 在宫中长大成人之后 还没有被放还王府 当时都有大臣怀疑 刘太后是不是打算 另立金王的这个儿子 做新君了 所以当时还是吕一简 直言相告 说前代的母后 多有利用小孩子来掌握政权的 史迹上类似的事情 比比皆是 我希望刘太后 你没有这个想法 所以希望你 及时把这个金王的儿子放还 免得彼此生出嫌疑来 那么当然了 如果刘娥有这个儿子 有宋仁宗这个儿子 是锦上添花 通向皇后的道路 会更顺利一些 那我们再看仁宗 宋仁宗 如果从来没有隐瞒 宋仁宗的身世 那么在当时 子以母贵的环境中 宋仁宗受到的教育和待遇 一定不会有作为皇后儿子 那样的更好 如果从来不隐瞒 仁宗的身世 那么刘娥太后和仁宗的感情 一定不会更好 这样在真宗弥留之际 究竟是皇后临朝 还是太子监国的讨论中 恐怕两者便会矛盾大声 日后太后垂帘听政 两者之间的关系 恐怕会像以后的慈禧与光绪那样 不和谐 两宫之间有矛盾 在皇权体制下 倒霉的可不仅仅是孤独的太后 和无助的皇帝 整个国家都会受到影响的 当然了 宋仁宗作为真宗唯一活下来 并且长大成人的儿子 继承皇位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李氏 如果李氏没有听从刘娥的安排 那么他作为刘娥的婢女 是不可能在生前就禁封为 正二品的李臣妃的 死后又享有嗜好 被尊为张仪太后 他的兄弟也许仍旧失散 没有下落 那就更不要谈做高官 子孙能够娶皇室公主为妻 这样的殊龙了 这样一对比 我们奇怪的发现 在这出借父生子的计划中 本来李臣妃应该是最委屈的 但其实得益最大的倒是李臣妃 因为无论是刘娥 宋真宗还是宋仁宗 都没有因为这个借父生子的事件 改变命运 改变命运的只有李臣妃 这可能就像社会学家 布老所说的那样 根据社会交换权力结构 形成的原理 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中 获得正当权力 最有效的途径 就是向别人提供帮助 并且提供的帮助越多 其中所含的报酬 或者价值也就越大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在大家所熟悉的故事 杨家将中 有一个沙发决断的萧太后 她乖利残暴 不过历史上的萧太后 却是一个为疗潮发展 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女功臣 那么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政治家 有着怎样非同寻常的经历 她又是如何当上皇后的呢 下期上海开放大学 一小平将为您讲述 萧太后传奇